1.浩文团队大富打了37场福战 出场两次,投分写诗送别大富 1107神器大唐大富确定卖号 浩文团队另外一个师托领因为没有装备可套 也没法出场 浩文开始满世界招募师托领加盟 号称只要16加10就可以 并且平时你可以继续玩三宫队 只需要在福战和群雄时跟着混奖励就行 体验感直接拉满 回首大富1107神器大唐半年前加盟诗情话一时 浩文意气风发 多次喊出了我有大唐我包赢 有了大唐我就不怕别人针对我阵容等口号 奈何口号虽然喊得很响 实际上连隔壁扫地的大妈都知道 就是普陀加神木林才是浩文的本命阵容 从192年到196年复战 算上晋级赛小组赛和淘汰赛 大富总共打了37场比赛 最终出场了两次 出场率刚好达到了5% 尽管大富的大唐没有上 但是他的名是和宝宝 在浩文团队一直保持着100%的无敌出场率 在大富的默默奉献下 团队中其他人的宝宝质量得到了质的飞跃 冰冷的板凳 孤独的备战士角落 让1107神器大唐大富渐行渐远 在大富即将离开浩文团队的日子 猴粉们有感而发 特地为大富富士一手进行送别 大富承舟将运行 富文按上猴叫声 武神坛水深千尺 不及猴桑套马琴 二 波罗群雄小组赛 输现时居服战队 开小组第五 武神坛长青树波罗 在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终于回归 接手了封少的群雄二队 波罗在回归之后的状态到底怎么样 格外引人关注 昨晚的群雄比赛当中 第一场面对雪山的五宝林阵容 波罗领衔的双魔王阵容玩客 一路秒秒秒就赢下了比赛 第二场面对现实区花样棉花服战队时 波罗指挥的双魔王阵容 直接被对面的大堂国标扫穿 全场几乎没防住一次点杀 最终遗憾输掉比赛 波罗复出之后的第一次群雄小组赛 四场赢了两场 目前排在了小组第五的位置 好在他接下来的对手都比较弱 打到前四名应该问题不大